否則你只要不說明 政治的反面效果無限擴大 不是民進黨造勢 你看他現在要求的 你看過有 他下面還會要求 對啊 他們一定還會要求 所以 一三千七百萬花到哪裡去 那個以後再說 那個以後 那個是跟本來現在作弊 還是究竟是怎樣 那是下一階段 他現在要提什麼 都算合理的感覺 我讓你解釋一下 這個國民黨後來有 在增資來投資 有時候很多投資 不表示前面是對的 我舉個臉以前 有搞過什麼華陽史威靈 那民進黨陳瑞兵 派了個郭先生去嗎 後來你為了縮實善後 你會有很多負債 有時候不得不說 好 我去加碼 所以投資的原因很多 當然郭永兄講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投資案是非常的好 所以你加碼投資 這是一種原因 但也有很多東西 忘了套住了 不得不加碼 這是第二種被捕的原因 套住了新貴的股票不會漲嗎 不是 做壁才是重點 這下交流道 討論這個 交點 你怎麼搞不清楚 你現在上去 我知道我會再拉回來 我也是很透明的 不是 如果現在不談 等一下就會拉回來 留意無 現在開始不談物資案 開始談投資也可以 這有什麼外出 那我現在講說 不完全是那個議題 但是真的是關鍵就是說 本來蔡英文最難回答的就是說 我一個人怎麼要搬那麼多角色 這角色真的沒有公務員 幹過這麼多角色 這麼複雜的啦 他可怕是中華民國開國 來第一個這麼複雜 你們國民黨的委員 在打的時候 本來講的一個詞 就還沒有這個 以前講的那個詞 就是什麼 蔡英文核准給蔡英文 或是說蔡英文副院長 核准給後來的蔡英文董事長 蔡英文董事長 接了以前蔡英文副院長 我好像在繞口令 接了以前蔡英文副院長 所合的東西 你們本來要打的是這個 現在 手衣就一直這樣打 所以說國民黨這個人 不聽我的勸 秋衣的東西 他很會有時候看圖說故事 你開始打秋衣的時候 加油添醋 加油添醋 所以秋衣有很多案子 你前面有時候 少部分他打的是對的 但是他出錯的部分 比打對的 譬如 譬如陳菊那個 陳菊高雄那個淹水的時候 陳菊在沒有去視察 最後的時候在家睡覺 睡覺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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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講睡覺就好了 後來秋衣打得更大 他說不是在睡覺 他後來變成不是在睡覺 是去跑去洗冷泡 泡溫泉 洗冷泉 還懸賞一千萬 還懸賞一千萬 所以我上唐香榮的節目 他問我說秋衣懸賞一千萬 這個洗冷泉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這個根本就是烏龍 這一千萬懸賞一有為感 因為根本不可能去洗冷泉 台灣現在懸賞一千萬 你前進去洗冷泉 沒有那個內獎 沒有拿奢侈 沒有去倒水 人家不知道 為了一千萬 你經驗豐富 人家不會去選舉 一千萬 兒子都會出賣爸爸的 怎麼會 怎麼會選 結果這麼久都沒有人領 我就知道這個是烏龍 可是這整件事情 如果像剛才譬如姚老師 一再強調一件事情說 如果再不做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說明的話 網上一直撩騷的話 就殺到總統大選 對啊 總統大選 你說這個禮拜六辯論 辯論完以後 如果這件事情還講不清楚 那你說如果民進黨 一路這樣子追著 往下打的話 公民黨勢必要想出一些的方式 陳偉 那公民黨就坐在那個地方 等著這件事讓民進黨一直燒 沒有錯 鄭吳兄你所預期的一定會出現 本來國民黨是要用這個事件 把蔡英文一路打到選舉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已經翻盤了 真相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要恭喜民進黨 你們這件事情 只不過是發生在四年前 但是我們的新票案 在2000年被抖出來的時候 是什麼久之前 是在16年前 84年金國先生過世之後的事情 因此所有資料掌握在國民黨的手中 我們經過了16年要建構那個資料 有多痛苦 所以一路被打 打到都已經投票了 我們還是沒有把它搞清楚 好 最後終於搞清楚了 但宋楚瑜已經落選了 因此新票案跟本案 我就連結起來講 國民黨一直沒有改變 這個二職的選舉手法跟文化 我講的是總統選戰 總統選戰如果是這樣子 對不起 我要跟南京的觀眾喊話 馬英九這樣的人格 你願意投給他嗎 投給宋楚瑜 國家才有希望 我要這樣喊話了 這個我一定要講 因為現在的選票案 是李登輝丟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這個案子是 馬英九丟出來了嗎 你有證據說是馬英九丟出來了嗎 你怎麼知道不是 你也是推測 你要指責人家 你就要提出證據 不過可以確定是馬英九團隊 他的行政團隊 他的競選團隊 認出來的這是事實 馬英九當然要負責 因為手衣受了手衣的誤導 我們不管 那我現在講說 你不要 你們宋楚瑜老是用行票案 來比人家這個案子 是不聰明的 行票案宋楚瑜再怎麼講 你說法律環他清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宋楚瑜到目前回事 以我的見解 他還是講不清楚 既然講到這幾件事情 我就講 在今天的媒體上面 尤其今天聯合報的黑白集 黑白集今天的用字 非常非常的重 不管是對蔡英文主席 或是對宋楚瑜主席 一開始的第一句話 宋楚瑜為蔡英文護航 護航 OK 然後裡面把行票案 跟宇昌案做一個比較 但我不知道 在今天 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劉易如道歉以後發展 明天聯合報會有什麼 一些見解 可是今天 在正是今天 早報一來的那個黑白集 你看 郭勇 這裡頭 講了有哪些哪些不同以外 特別提了說 什麼 宇昌案 也然是內閣高層兩三個人 及機密掩護 為蔡英文無鬼搬運 共犯結構 很多類似這些 我馬上 我們跟黑白集留給在野黨 大概已經留了三個月 我馬上提一下 這是4月17號 當時2007年4月17號 當時專案 專案因為按照我們的 國發基金裡面 其中的一個使用辦法 我們的第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裡面說 配合政府政策性的運用 經本院專案核准之支出 就可以專案核准 專案核准的程序都有經過 這跟華航國民黨 吳敦義馬英九 在執政時候的國民黨 他不是投資了華航的 那個基金五十億嗎 那個五十億 後來在九十八年賠了三十八億耶 馬上賠三十八億耶 他就這樣賠下去了 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我要再講 當時送了專案核准以後 接下來有去做個專案報告 報告給誰 報告給國發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就是這一份 這一份 這一份是當時向國發基金的 管理委員會報告 經過國發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所有的委員一致同意 然後核備了以後 所以才開始投資雨昌 整個這樣 4月17日 4月17日 有這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也在那兩箱 請劉易如拿出來 那我要講說 請問這是一兩個人嗎 這是一兩個人決定了嗎 這是整個國發基金的管理委員會 現在所有的委員同意了 一兩個人嗎 所以 郭忠祥 郭忠祥你不會讓他們激動 不是激動 這個事情 你說生氣 我先插一句話 你說小英對這件案子 氣到說要告劉易如是 小英自己說的 其實 小英他是一個滿溫和的人 他很 我們每次有說 這個有要告 那他就講說 要嗎 他從來不表示意見 他認為說 能夠不告就不告 他一向這樣 所以他從來沒有主動說要告過什麼 那這一件案子裡面 講實在話 他真的很生氣 他這樣亂講話 而且還要偽造這個東西 他有這麼激動 沒有 像我這麼激動 沒有啦 誰都會有辦法像徐國勇這樣 我是很生氣 因為我這個情緒 看得我就生氣 你沒有這件事 你情緒都很大 憂憤甜甜的 但是小英他是很嚴肅的講 這樣子怎麼可以呢 這個要告 他要講這麼一句話 OK 好 來 趙 我想說有關於這個案子 一開始的決定 是不是一兩個人的決定 你要問我 現在根據我所看到的事實 我還是要肯定說 確定說 這個就是一個兩個人的決定 你雖然說決定完了 以公文簽完了 送給國發基金 是何被 說去半開玩笑的時候 叫請國發基金委會的背書而已 走過那個法定程序 而是先由何美越 蔡英文跟蘇貞昌 三個人決定了 這個事實 但是問題是說 何美越到底是誰指示他出這個公文的 一定有人 因為他是政務委員的身份 他今天如果說 經監會的主委委員簽了公文 因為經監會委員討論過 我們需要做這個案子 所以經監會主委來提 這是一種方式 你說國發基金的召集很多 是國發基金委員會 來討論完了以後 由國發基金召集委員的身份 來提也可以 那些兩個都不是 只有政務委員自己簽上去的 就表示有人說 你簽了我來簽 蘇貞昌叫他簽 蔡英文叫他簽 很顯然三個人都決定 那三個人決定 是不是就錯了事情 也不是叫錯了事情 說程序是有問題的 你只是後面 再找國發基金委員會 來給你追認而已嘛 那只能說 你找國發基金委員會 來跟你背書 但不表示說 你就不是兩三個人決定 我一句話要提 從我們國發基金 投資台積電 用專案這樣支出 從台積電一直下來 一直到我剛剛講的 馬政府的華航投資案 都是這樣做 就是政務委員自己簽一個文 就是一定有科學家嘛 這裡面講得很清楚 報告案是誰來報告 蔡英文講說文 蔡英文講說文 不是 是科學家 是何大一 翁啟惠他們 陳良博他們 來向行政院國發 那個國發基金要求 說是不是來投資來提案 所以不是說蔡英文 或者何美月或者誰都不是 是這些科學家來提案 這裡面報告案非常清楚 而且報告的時候注意喔 報告可不是何美月報告 蔡英文更沒有去喔 報告是誰去的 報告是何大一他們去報告的 不要搞錯 何大一只是要錢的人 雖然具體的是 他是要錢 來將國發基金來投資 他的案子的人 那何大一 他如果說通過國發基金的程序 是有國發基金固定的程序 最後可能帶到行政院長 不是 蔡委員 你沒有搞清楚整個流程 2007年1月的時候 國科會就已經跟這些專家學者 他們到美國去參觀過了 在舊金山 對的公司了 所以一切的源頭 其實是國科會跟這些科學家 然後接下來才有2月 然後他們去找何美月 然後才有簽這個東西 所以那個程序上是這樣 不是說何美月今天 接受了誰誰誰的提出 哪一些人提出 我可以提一下 其實是我們的 我們有一個竹北 你談科學家 竹北生技 不是 我現在講公務員給你聽 竹北 我們竹北生技科學員區 的籌備文位 都是公家機關的吧 他們跟何大一 一起在舊金山 在開一個會議的時候提議的 所以這也是由公務員 往下散來的 不是 不是 這個當然是 這是何大一證明的 今天的 拜託 今天何大一講的話 你給我看 我出了很多 今天何大一特別講 我來講